大局观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大局为重 我相信这也是你找我的原因 放心吧 有我在 你真的不用我点头 我对他来说 可以 还行 这就是看死亡精主 我对他来说 王老师 债还的怎么样啊 正在收尾中 快差不多了 是是 你点头不方便 对 其实 其实 可以把上半身整体用起来 还可以 还可以 我跟卢老师最近特别熟 我们已经快成为好朋友 老夫老妻是不是 乐阳那阅子 乐阳那阅子 这个节目是有 特别有这种CP传统是吗 每个人都要往上靠吗 也别 我跟卢老师也塞不出来 对对对 他刚刚这一段全部剪掉了 哈哈哈哈 他这不是不应该笑一杯 他那该笑吗 哦 他是真的股折了 感觉是故意 以为是故意的 以为是故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好的 左方方就说 太好了 东方春期没有伤到要害 还可以接着眼 那今天呢 为什么我一个人来上节目 因为啊 刚刚我跟林花在那边啊 有个演出 我的部分呢 早就唱完了 你看 我就来跑个通告嘛 很开心啊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脱口秀大会 今天的主题是 不上班行不行 我的答案是 不行 打着石膏都要上啊 就像今天 我来讲脱口秀一样 一开始接到导演 组的邀请的时候 哎呀 紧张得我 话都不会说了 导演说 真意 我说 啊哈 有没有兴趣 来讲一段脱口秀 我说 啊哈 就你一个人来哦 我说 哦耶 哦耶 最近呢 我拍了一些短视频 大家很喜欢 开始关注我 哎 我确实挺适合这些 短瓶块的东西 早期啊 在凤凰传奇呢 我没有存在感 你看 不相信啊 大家还记得一首歌 叫自由飞翔吗 对 这首歌呢 很特别 一开始啊 就是我的词 我整整 ROP了六句啊 然后林花 才开始唱 她一开口 就对我的灵魂质问 是谁在唱歌 这也太好笑了吧 刚才 说到工作啊 现在的年轻人呢 对工作的态度啊 是什么呢 拿多少钱 干多少活 多干一点都不愿意 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 收入跟工作量 不成正比 我也一样啊 不过 我跟大家是相反的啊 但是啊 我觉得在职场中啊 不要斤斤计较 钱多钱少 不是最重要的 多干一点呢 也未必就吃亏 这么多年啊 我都是这么劝 我的搭档林花 不要单飞的 我们以前 经常开会 就开到凌晨两点 然后就去排练 那个时候 哪有什么正经排练场地 找一块空地 就开始排 一排呢 就排到早上六点 本来是我们两个人排 哎 慢慢的 这人怎么越来越多 很多大爷大妈 自发地来跟我们办舞 对于我们来说呢 每一个不曾让大爷大妈 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我们呢 从来也不敢松懈啊 就是希望 给大家呢 多带一些 经典的作品 今天 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经典 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 原生乳蛋白 听听 这含量 多高啊 比我的歌词含量都要高 当然啦 除了经典的奶 还有经典的歌 今天呢 我难得 自己出来上个节目 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给大家独唱一首 要不要 是谁在唱歌 是我 温暖的寂寞 每天都有难点 依旧累谁在漂泊 在那一片长茫中 一个人生过 看见远望天国 那最长的烟火 很难的采 笑 笑 com on baby go yo yo 这 这感觉就像 迷路的方向 还给我收紧哦 穿了链子像 那些是非因果 迷路的方向 让我不做了 yo yo baby go go 是谁负责 是我 是我 我以为真的一个人来的 你从那种地步 慢慢长夜一路很方岁月曾流过 在那人潮人海中 你也在沉默 和我一起挑拨 到天涯的交通 在你的心上 只有能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上阳 一路的方向 照耀和欣赏 遥远的边疆 随我去远方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我客人的solo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 被只出现半分钟的人分走一半的钱是什么感觉 你也别不爱听 多干点活不吃亏 谢谢大家 我们是凤凰陈琪 大家好 我是Rock 对于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 我有必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不是天生就这样 我受伤了 我是因为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打篮球伤成这样的 没想到吧 现在喜剧演员压力都这么大 而且你知道 喜剧演员是不会停止跟你开玩笑的 我刚受伤的时候脚肿得特别大 然后这帮人围上来 建国说 哎呀 你这脚 总得比你拱二头鸡都大了 池子说 哎 没事 你这脚踝它就是长大了 淡淡看着我这护具 哎呀 你新买这凉鞋不错 只有飞飞老师特别好 一点都不嫌弃我 非要拉着我去蹦迪 一声说我是丝脱性骨折 我也不知道会恢复成什么样 但我还是有行动能力的 我刚才还自己去了一趟卫生间 在里边哭了半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要总是真第一 对吧 真来真去 很危险 您不觉得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吗 当你跳得最高的时候 你会忘了自己还要落下来 而且还很有可能会踩到别人脚上 那本来这一期我就打算休息了 对吧 我觉得老天爷已经在暗示我了 暗示的也比较明显 对吧 但是我在床上躺了两天 我发现我真的还是很渴望站在这个舞台上 哪怕只有一只脚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 完了 我肯定不能再参加节目了 毕竟前两期我录得还不错 他们说如果我能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 那就算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娱乐圈 那我受伤之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 我可以讲我腿瘸的笑话 比如说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姑娘 但我一直没有联系她 因为我现在真的不想追任何东西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拼的人 我也不想争什么第一 我只是想做到我所认为的一个喜剧演员的标准 可以勇敢地对一切痛苦开玩笑 对吧 我们常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但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比惨 对吧 我不想告诉你们我有多惨 我不想告诉你们 我在一条腿上卫生间的时候 看起来有多像一条哈士奇 我也不想告诉你们 这个破凉鞋穿起来有多费劲 我要撅在那花十几分钟才能把它穿好 穿好了才发现 我忘了先穿裤子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我觉得喜剧改变了我看待痛苦的方式 我受伤之后反而觉得自己更乐观了 你看我现在干什么 我都是蹦蹦跳跳 特别欢乐 而且我现在再不怕地铁里人多了 在我看来 地铁里根本没有人 只有还没让出来的座 你想他人再多 不都是给我站座的吗 如果有人不给我让座 我就会用我道德的双拐 处在他面前 处到他灵魂的深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Rawker今天真的特别棒 他每一场准备的段子 他之前都要去开放MAC 酒吧的开放MAC去练 然后我们一帮演员就还得把他抬过去 他那个腿其实挺严重的 他跟韧带都断了 他还能这样坚持表演 还拿这个事当搞白聊 这是真正的脱口秀精神 很了不起 真的太真了 为了上节目 实在想不出来能说什么 对自己下这样的毒手 我下的 来猜一下Rawker的票数 惊人的167票 厉害了 凌点就没了欢喜 你最棒 完全不废 欢迎大家来到由Vivo独家冠名的 Vivo 说错了 Vivo 欢迎大家由Vivo独家冠名的 第二季吐槽大会 吐槽是门手艺 校队需要勇气 我是吐槽大会的主持人张瑞高 欢迎大家 是的 是我 我又回来了 胡范山 你们以为还会是谁呢 还会 这谁能比我更适合主持吐槽大会 我就怕有人说炸被你 所以我为了增加自己的槽点 我专程弄折自己的左腿 哎呦 对不对 谁能比我狠 被这个都 啊 拐都拿起来了都 当棍子站一会儿 我小时候就知道异能镜了 你看你们不相信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异能镜有一个组合叫飞鹰三叔 飞鹰三姐妹 这三姐妹时至今日还把自己叫做少女的只有异能镜了 好 干嘛 四十八了 真的哎哎你干嘛不去参加那个少女组合SNH四十八 对不对 他们靠的是人数 你靠的是岁数 知道我们吐槽大会第二季要开播 他说不少明星送来了花篮祝福 而蔡国庆不一样 他送来了自己 蔡国庆 行走的花篮 流动的祝福 还有戴军 欢迎戴军 戴军当年主持过一个节目叫《超级访问》很多人看过吧 有 当年也算红遍大江南北 而且很多年节目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几乎娱乐圈当红明星都上过他的这个节目 比如我 你们鱼什么鱼 我也主持过很多节目啊 对不对 比如今日说法 哎 哎 我主持的今日说法这个节目 就不是谁都能有资格上 除了献哥 献哥这些年 当被告生孩子 做LED 又破产 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各位 他是为了观众朋友们吗 不 他是要向债鼠们证明他可以把钱还上 好 献哥 我的前辈 啊 文言是前女友 主持人的前辈 献哥的丈夫沙翼参加过上一季的吐槽大会 很多朋友都记得 沙翼的代表作是《武林外传》 虎渴的代表作是 他和沙翼的两个孩子 对 就老有人说 虎渴没作品 我不爱听虎渴 人家虎渴的如意传 马上就上了 马上就上了 对啊 是吧 虎渴 到了那个时候 没有作品的压力 就到了一能静身上 还有斯文 斯文脱口秀大会的 表现太出色了 是吧 把夫妻过成兄弟的 那个段子 挖在网上光微流传 你知道现在 就是年轻夫妇去离婚 就民政局的阿姨都会劝 真的 离婚别冲动 对吗 先回去买个上架 不注意一段时间 试一试再说 还有两位 大家熟悉 喜爱 也是我熟悉喜爱的嘛 历代和池子 我想提醒一下 你们二位的身份和状态 好不好 上一季的 吐槽大会结束之后 这一年呢 参加了各种综艺 现在还算素人吗 不算 现在也不能算素人了 好 那么就让我们通过 这一季的努力 见证他们两个 重新回到素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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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